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开悟 开的什么悟 悟什么 一般的人都知道开悟 好像是很好玩的事 好像是非常风光的事 好像是非常体面的事 但是开悟的内容不清楚 要知道开悟就是悟的金刚经所说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寿宰像 这个四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金刚经来的 它的意思呢 就是我和人是既没有主观的自己 也没有客观的他人 两个人成为你啊 我 两个人以上成为众生 而众生的在时间上继续的活动 这个叫做受者 受者的意思就是受命 他的生命的过程叫做受者 有生命的过程是哪一些 是众生 众生是谁 你 我 他 那么有这些东西算不算开悟 没有 一定是你扯着我 我扯着你 你不放我 我不放你 你要求我 我要求你 你计较我 我计较你 这样子的时候呢 彼此烦恼 互相的纠缠 这不是开悟的人 我很在乎啊 许多的许多的人呢 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叫做 有我相 有人相 也有众生相 如果有在乎的话 一定是烦恼的 一定是痛苦的 一定是纠缠不清的 对自己的看法好 我爱他 我好喜欢他 对自己的看法不好 我讨厌他 我仇视他 我正是要报复他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 是烦恼 开悟没有 不能开悟 因此金刚经所讲的道理 就是要我们开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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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念金刚经能够开悟的 如果说我们呢 念金刚经啊 这下的念而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不容易开悟啊 这下的念金刚经而对自己很在乎 对他人很在乎 念金刚经呢 这是为了求福报 为了求功德 为了求消灾 为了求长寿 在念的金刚经不能够开悟的 而六祖慧能大师呢 他是一个非常啊 有善根的人 他是非常啊 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第一次听到金刚经的 因无数著而生其心啊 就觉得 哇 这个意思那么好 是太好了 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意思 因无数著而生其心是什么意思啊 因无数著 就是不要在乎 我不在乎 人家对我的想法 看法和说法 我也不在乎 我自己啊 得到什么 失去什么 这个叫做 心中无数著 但是呢 心还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并不是等于死人 这个就是开了物的物境 就是啊 就是啊 智慧的功能 还是非常的明白清楚的 所以听到 所以听到 因无数著而生其心 这八个字啊 就开物了 不过还没有开到那么深 结果呢 结果呢 见到了吴族 红人大师啊 再跟他讲解 金刚经理的这一句话 八个字 因无数著而生其心 他就开大物了 这个还是 讲的是不在乎 不要太在乎自己 他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 他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存在着 所以这个呢 是大圣的菩萨法 也就是开物的法门 因此要问 除了念金刚经 就不开物吗 不 金刚经是比较容易开物 因为他讲无相 可是讲 念其他的经典 不能开物吗 能够开 你念心经也能开物啊 你念法华经也能开物啊 念能言经也能开物啊 念圆角经也能开物啊 念薄热经也能开物啊 念华严经也能开物啊 就是看你当时啊 念的这部经 对你是不是啊 你的心 你的程度 是不是相应 恰恰好你的心 你的程度 你的因缘 跟这一部经 跟某一部经啊 是啊 能够相应的 那 就 你看到这部经 就能够开物 像泰学大师 他是啊 看波雷经开物的 像这个 近代的有一位 杨仁山居士 他是看圆角经 而发物的 而啊 学佛的 那也有人 念能言经啊 看能言经开物的 所以是呢 有不同的人呢 看不同的经 能够开物 不过禅宗的 六祖丹 是因为金刚经而开物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